苗栗銅鑼的五福廟 在昨天舉辦了普渡法會 在會後有這6500盤的共品 是會讓民眾給帶回家吃平安 可是過去這共品只要30秒就會被清空 今年居然花了一分鐘才被搶光 廟方就說因為過去曾經因為疫情停辦了兩年 今年才重新復辦 可能這人數沒有以往來得多 所以過去這樣搶共品的盛況 就沒有過去來得激烈了 苗栗銅鑼五福廟 十號舉辦普渡法會 民眾開搶共品 場面盛大 沒有了沒有了 722桌 六千五百盤共品 民眾狂掃瘋搶 有媽媽帶著小朋友前來 籃子裝著滿滿水果餅乾大豐收 那你拿多多 那你拿多多 有拿很多嗎 今年 有了 再也滿再而歸就對了 對 兩個人 稀奇 第一次還滿稀奇的 今天是第二次 今天是第二次 中間是疫情 不只臺灣民眾 就連外籍移工也專程前來參加 搶了兩大袋 開心滿載而歸 要拿很多嗎 很多 你看 你不要冒 民眾帶著共品回家吃平安 不過過往共品約花三十秒 就被搶光 今年花了一分鐘才被搶完 風場盛況似乎沒有過往來得激烈 帶回去吃平安 所以大家就很熱衷這個活動 疫情以後再舉辦的 兩年沒舉辦的 廟方表示過去因為疫情 活動停辦兩年 今年重新復辦 不過沒有廣為宣傳 可能來參加的人數比較少 也讓搶共品時間拉長 但這項傳統會繼續傳承下去 也希望民眾前來共享盛聚 謝謝彭光許 苗栗報導